哈雷县政府召开918正在重建事实会议 由县长徐正伟亲自主持 与慈济基金会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讨论重建修缮的进度 会议除了掌握彼此的进度以及资源协调外 也表示协助民宅修缮完成超过了340户 剩余的民宅修缮将在11月底前完成 县长徐正伟表示 感谢两个基金会的飞速池源 整合重建资源慰问与复建工程爽管齐下 让民众回归正常生活 欢迎政府召开0918正在重建实讯会议 由县长徐正伟亲自主持与慈济基金会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讨论重建修缮的进度 会议除了彼此掌握进度以及资讯协调之外 也表示已经协助民宅修缮完工于340户 剩余修缮民宅部分将于11月底完成 现在徐正伟表示 感谢慈济基金会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飞速池源 整合重建资源慰问以及附建工程双管齐下 让乡亲回归到正常生活 0918地震造成花园南区多处桥墩 民房毁损影响民生盛据 现在徐正伟新细灾民 原日南下关心灾区乡亲给予慰问 欢迎生服于极短时间内拆除围楼并且搭建便桥与抢修 主要干道 经过统计之后 0918正在受损的建筑物共计通报660件 截至到121年10月2号 截至到今日已经完工逾340户 欢迎生服于玉理镇 副理箱 封冰箱 左膝箱 垂水箱 光复箱 同兴附建 投入公共抢修工程作业 并拨发灾损金给公所救灾 抢救公共工程累计达117件 总计工程总金费为8000多万元 现服各局处受理到家户建筑物修缮补件 1490亿件 截至车 踩损案件89件 一般住家踩损案件3150件 灾害 慰问金发放86件 医疗补助申请案件19件 总计受理4730件 已经核发建筑为1380件 累计已经核发金额高达13476745元 现代许正位信息在明 除了每日掌握重建进度之外 更多次与相关局处进行研议 并且提出10项救助措施以及补助的措施 包含住家建务修缮补助 七七车踩损 一般住家踩损 灾害慰问金发放医疗补助申请 危险禁止物拆除 短期收容安置期间 住宿费用 收容安置受困游客 税捐免征 以及租金补贴等补助 现在许正位也允诺 欢迎政府将持续积极重建 让相亲重拾网络的生活 回归到正常生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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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